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奧羽凱 歡迎來到第2頻道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 水希臘打異不對 我們帶的是 大蛇增加天降 然後再用 關羽 兼具 水 水兼具星扶持效果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隊的天降 到底可以有多誇張吧 挑戰的是 名為勇氣的力量 大家之前在打這關卡 好像都變得非常難 但是 如今 希臘異轉了 我們就來挑戰看看這一關 到底 會變得怎麼樣吧 首先是 一路碾到底吧 首先是 一路碾到底 沒錯 希臘在異轉之後 其實你手銷的越多 天降也就會越多 可以看到我剛才手銷的非常狂 然後天降到十隻COMBO 我真的有點少 不夠 就這樣一波帶走了 單張87萬 這個傷害還不錯對吧 這邊 要洗技能 因為可以看到 敵方小怪都是CD2起跳的 欸 我們消一COMBO就可以天降到6COMBO 也太狂了吧 好 先被他們兩個打一下 然後這隊血要有2萬 我覺得還蠻誇張的 好的 OK 被打了 沒關係 接下來就來把你們帶走吧 手銷5 手銷5 天降 我覺得玩希臘的話 你只要 需要具備 手銷5的 手轉實力就可以了 就可以天降到 10COMBO以上 所以玩希臘 我覺得新手也可以玩希臘 對啦 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接著呢 就想要多一點COMBO 把給帶走 要有信心 帶走他 完全不是問題 手銷7 看他天降 而且他還是 刻屬性 被我們刻到屬性的敵人欸 喔 剛好帶走了 登張六七十萬 第四關 好險好險 剛剛差點死掉 不過還是帶走了 還以為會更新 但是沒有 逸轉過的希臘 就是不會讓你更新 有沒有 這麼讚 還不趕快去逸轉 OK 天降到15 可以看到其實 天降都蠻穩定的 在14、15以上 來到第五關 這什麼 燃燒是不是 哇 哇 哇 好痛好痛 來 回個血量 OK 所以靠這隊 我們可以靠天降 來撐高回復力 所以只要一組新豬 再加上天降完全就沒問題了 奇怪 怎麼沒帶走 欸 希臘壞壞 希臘開始變壞囉 好啦 應該帶著走 沒問題吧 行 試試COMBO 好 這邊剛好爆發都挑起來了 兩顆新豬有點慘欸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開一下關羽 讓新豬轉掉之後我們就可以開靜心的 然後 開大蛇 最後開 希臘 好了 差不多了 來吧 走下5COMBO 看一下天降 大蛇會讓你天降更狂一點 所以我希望 就是 天降可以多一點嗎 拜託 欸 好像很希望欸 天降到23了 OK 一補到13萬 一波帶走 沒問題 幾手一補盾好像完全也沒問題欸 好 血量變壞 一滴 沒關係 我們開了爆發之後 應該是一路撵到底了吧 應該會一路撵到底吧 我們都開得盡心了耶 應該沒問題吧 天降應該要跟著 很狂才對阿 失誤COMBO 欸 好沒問題 單張破了百萬 來到了第七關 小怪們 嘿嘿嘿 其實一轉過二的西亞妮玩疊珠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好 天降到喔 餓死了耶 還不錯 帶走兩隻 沒問題 等一下就一路碾壓 一路碾壓 來到了第八關了 不能被牠打到 被牠打到會死掉了 所以 盡力帶走牠 都可以單張破了百萬 來到了第九關 這也是無限回復 嗯 這樣好了 水消氣 水消氣 一定要一波帶走牠 哇 這天降完全沒問題吧 天降到二十一了耶 直接帶走吧 就這樣子 順利來到王關了 天啊 可以空了吧 好 好 先開印記 然後直接來轉 希臘一轉之後 再遇到這種很多屬性 甚至是無屬盾都沒問題 你就直接轉就好了 就還是會給你很多的天降的 好的 那我帶的龍刻是撿CD龍刻 所以大家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巫女又跳起來啦 好 有沒有 欸 全部跳起來了這樣 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狂 最後給大家看看那個 開下組合技能的感覺 先開這個 然後 開 欸 對 開組合技能 大蛇 開下去就對了 即使我們眼前充滿問號 不過我們也是 可以努力的來消 手消四Combo而已喔 看一下天降多少 好 沒有進行比較可惜吧 天降可能比較少一點 不過開了 喔 開了宙斯 天降真的好多喔 其實跟 之前差不多欸 就是在遺轉之前 開了宙斯的那個 天降差不多 可是前面天降 比較穩定一點 好 順利 victory通關啦 以上就是 希臘打異補盾的一個實測 我覺得還算是OK 可以打十幾萬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 一補的傷害往上提升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換一個 成員 讓 比如說有回復力加成的 或者是龍科帶 可以回復力加成的 就可以把 一補的 呃 數字往上提升 以上 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實測的話 別忘了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記得第十點投資你喔 那我是張瑞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